哇 哎呀 哎呀 好细心哦 很浪漫啊 很浪漫啊 一个人啊 身为影后袁永宜 却固要得比谁的 无忧无虑 毕竟能让袁永宜 任性资本 一直都是身边 让自己又爱又恨的张志玲 两人的爱情看似蜿蜒驱着 却就要是这样 吵吵闹闹闹 相处了几十年的时间 比那些在爱情中 甜蜜大不行 最后又决裂破碎 明星夫妻好太多 而袁永宜 以张志玲的传奇般的爱情 又怎会不让阿萨羡慕呢 十年间最好得搭到阿娇 在感情受到伤害 安慰好了阿娇 让阿萨 还不容易寻找到爱情 却因为阿娇曲折经历 让阿萨心存接地 反观袁永宜在爱情中 活成了乐天派 面对着三个对爱情 或是担忧 或是迷茫的姐妹 袁永宜唯一能做的 就只有想尽办法 让他们对爱情重拭信心 一次袁永宜 聊下豪言状语 等阿萨结婚 我就送个包包 而注意到阿娇反应 可是装都懒得装 羡慕到不行 毕竟买包答案 也要以肯下血本 看来是打心底 希望阿娇阿萨 能收获完美的爱情 对此观众朋友 有何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